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卡利亚的多数票是1914张 得票率是高达50.43% 西蒙的候选人艾曼的得票率是45.55% 社会主义党还有独立人士官志庭分别只有2.15% 还有1.8%是失去了按贵金的 总体的投票率是73.24% 这样的一个数据是过去六场补选当中最高的一次 相比上一次的补选也就是金马轮的投票率也只是69% 那么这场补选有几个直接的解读 首先就是509大选之后是第一次出现原本的政党首途失败 因为这一次是西蒙没有办法捍卫他们原本的州议席 所以这个对西蒙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那么西蒙同样的他没有办法发挥主场的优势 因为他们已经执政雪兰儿十年 那么哪下布城已经有9个月了 这些优势没有办法帮到土团党 那么第三就是社会主义党的这个惨败事去按贵金 也说明了第三股势力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 选民的主要选择还是国政跟西蒙之间 那么第四就是巫统和一党联手再次出击 而且这个金马轮模式奏效 那么接下来相信任何的这场补选只要是适合的话 那么巫医合作的模式将会成为他们的首选 所以近期最新的进展就是巫统跟一党 已经成立了联合委员会要讨论 在来届大选使用共同的这个表值 所以他们看起来是来真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何能不能够继续执行呢 还有待观察 那么接下来就是巫统赢得这场补选之后就开始意气风发了 那么波斯库开始走路有风了 那么西蒙土团跟这个还有马哈迪的瑞奇就受到挫败 那么丢失议席对西蒙来讲说除了是一击警钟之外 其实这更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在全国类似 这个世毛月这一种马来人占60到70%的这个议席是西蒙必须拿下来的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拿下来的话 那么他们在下一届要继续稳住步骤的话 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根据当今大马的这个计算 西蒙这一次是拿下了38%的马来票 其实比第14届大选的44%是少了6% 此消彼长的国政的这个马来票是增加了大概有24% 从原本的35%是增加到了59%的 那物一合作很肯定的 现在看起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方向了 那两党呢现在也已经重立了委员会 明天将会开会 讨论呢 是不是可能在来届的大选要选用共同的标志 不过呢 巫统的总秘书呢 安努亚就说 其实使用统一的标志 现在啊还是言之过早 我们必须要区分 补选跟大选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 不能够相提并论 同样的巫医在补选跟在大选的这个合作呢 其实是有落差的 补选是非常针对性 那么成绩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格局 那么大选呢是打江山 是选政府的 巫统跟伊党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议席上呢 是重叠的 因为他们争取的大部分都是马来人跟穆斯林 如果双方要合作的话 就意味着其中一方要做出妥协 让步跟牺牲 那么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之下 谁愿意牺牲呢 是巫统还是伊党呢 我觉得两个党都不太愿意做出牺牲 那么其实另外一点呢 就是很多人都很担惊说 巫医合作会否把这个政治的这个方向 推向种族跟宗教的危险边缘 那么西蒙可能会为了争取更多的马来选民 而跟巫统跟伊党在这个课题上竞争 但是对西蒙来讲说 他的强项并不是宗教跟种族 因为在宗教课题上 他没有办法跟伊斯兰比伊斯兰化 那么在种族课题上 他没有办法跟巫统去竞争马来议题 那么西蒙的优势在于多元 以及在于改革 那么西蒙必须要坚守这一块 那么开拓更多的中间选民 同时稳住原本的这个票源 让改革跟中庸成为选民的最大的选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讨论的这个视野在放大一些些 世毛月的补选之后 其实想问一下蓝主编 哪一些的政治发展 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呢 我们把焦点放在几个西蒙的主要政党 首先呢 就是土团党 那么土团党相信他流失了大量马来票之后呢 他的这个方向 他的这个重点可能会出现调整 或许会走向更保守 甚至更右倾 那么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大量马来人的这个支持 至于行动党方面呢 他则夹在华人支持力已经饱和 那么无疑支持力开始下滑的情况之下 因为马来票不是火箭的能够掌控的这个范围 那么火箭在大局开关引号的大局之下呢 会不会做出更多的牺牲让步或者是妥协呢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那么非穆斯林以及非无疑的这个选拟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 那么至于公正党方面呢 两个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可能会因为这场补选而浮上台面 那么现在公正党已经有一些声音说 这个西蒙的首相交方计划应该更快的进行 所以这种内部的这种斗争跟这个竞争呢 其实会影响到不仅仅是公正党 还包括了这个西蒙 那么至于这个内阁方面呢 我觉得说现在是时候进行内阁改组了 那么老马应该把一些没有表现或者表现差的部长给换掉 然后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说 政府现在认真的去处理这个政治处理这个政府的事情 关注过了世毛月的补选之后呢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就关注一下Rental的补选 那关注过了世毛月的补选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森美兰州的这一个Rental 因为这个州议席的补选呢 也是即将会在近期举行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选委会呢现在说还没有开会呢 决定提明日还有投票日的 不过公正党到底会派谁上阵呢 这个部分大家都很想要知道 那公正党的顾问理事会主席旺阿兹沙就有表示 公正党的政治局呢 将会在下一次的会议当中讨论候选人的事业 包括是否要在委派这一个斯特兰上阵 好了 那么巫统几乎非常肯定的是由原任的州议员 就是默默哈善首土上阵 他不是一般的候选人 而是前申美兰州户大神 同时也是巫统的一个巫统的代主席 那么没有理由不让他上阵吧 他也表达了非常强烈要上阵的这个议员 同时呢 伊党也已经公开了说 我让路让给巫统你上阵 那么再次上演巫统跟伊党牵手 然后对付希盟的战局 那之前呢 蓝眼也就是公正党的这个候选人呢 斯特兰 因为遭到选委会呢 也没有通行政委理由嘛 就阻止他呢 进入这个选举中心 所以他当时候呢 是无法再进行提名的这个程序 所以呢 最后也导致了 默默默哈善呢 是不劳而获的 那斯特兰呢 就把这件事情呢 带上了法庭 最终法庭就宣判了一席悬空 必须要进行补选 那旺阿兹莎就有说 他们呢 将会讨论一下人选 他说 确实呢 斯特兰当时候是不被允许 进入提名中心了 不过他们会想一想 到底要委派谁 这一次在不选中上阵 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名字呢 就是斯特兰 但是斯特兰能否顺利的上阵呢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位置 因为他在当地 面对当地的这个公正党基层 就包括了一些 村长及乡村委员会的这个反弹 他们不太欢迎斯特兰再次上阵 不过当这个旺杰受寻这个事情的时候 旺杰则不愿意回应此事 就是说不想要节外申职了 那么对公正党而言 然到补选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一场苦战 但是蓝眼呢 他希望通过这一个的候选人 能够提高在这个什么孽 以及在金马伦补选 两场败仗之后的这一个颓势 那么他们也在为这个候选人而伤脑筋 到底要继续委派斯特兰呢 还是要委派其他人 因为如果你不委派斯特兰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对斯特兰来说 其实是锁不过去 因为是他成功制造这场补选 他把这个案件带上法庭的 那么公正党的副主席 主来达者建议说 应该要派女性了 我们增加女性的这些代表权 所以是女性斯特兰还是其他人 不过呢 最近我们就听到了一个全文 就是说公正党的另外一名副主席 就是拉斐兹圣传可能上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名强人 那蓝眼呢 现在可能需要一些强人 来带动一下士气 蓝主编 这个说法可靠吗 如今西蒙的事迹确实是低 因为输了四毛 又拿不下金马轮 他们想借着轮到这场补选 来打翻身战 因为拉斐兹 他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是全国性的领袖 他有全国的知名度 同时他也有另外一个称号 叫做爆料天王 那么媒体就引述消息说 公正党在提成的 候选人名单当中 有九个人 那么除了斯特兰之外 另外一名有全国知名度的 就是拉斐兹 那么蓝眼内部 已经有拉斐兹的支持者 把他的人头像制造成poster 准备为他参选而铺路 如果真的是由拉斐兹上证的话 而他又成功把莫莫哈善给打下来的话 那么拉斐兹将意气风发 因为他在公正党去年的党选的时候 他输掉梳理主席之后 他的世纪开始就低落了 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打翻身战的话 那么他的目标将会是 他进入州议会之后 就是瞄准这一个 圣美兰州务大臣的宝座了 因为目前的圣州的大臣 是由公正党的安民鲁丁来担任 而去年10月跟11月 他两度入院 其中一次是心脏病 那么对于拉斐兹 或者是对公正党来讲说 然道其实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州议席 因为他的选民结构 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某种的情况 因为当地的马来人只占了54% 排第二的不是华裔 而是印裔是27% 那么华裔只有19% 而过去三届的大选当中 这个默默哈善都成功熟徒 那么对于现在的情况 对只有54%的这个马来人来讲说 那么如果公正党把火力放在 华裔跟印裔的身上 那么他们可能是有机会翻身的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将会带你关注其他的重点新闻 不要走开 你还记得冰城之前呢 一直都很希望进行的这一个海底隧道吗 接下来的这个主编点新闻 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现在呢 就看到随着这个布洛克拉 惹伯特拉的这一个贴文指控 冰城海底隧道案的近日 就再度浮现了 反正会近日呢 就证实呢 到了现在总共开了六个档案呢 在调查 调查此事 那其中呢 五个档案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已经重交 给予这一个总检察署 以便决定了进一步的行动 海底隧道工程呢 是两岸三通 一个槟城的计划的 其中一个项目 那么该项目呢 其实还包括另外三条公路 这其实是对槟城来讲说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基建项目来的 那么其实呢 反弹会在2017年7月的时候 已经进行了首个档案的这个调查 然后在去年1月的时候呢 开启另外五个file 来调查这个跟海底隧道有关的这些项目 那么反弹会就指出说 他开的这个档案当中呢 其中有五个已经完成调查了 而且调查报告也同样 陈给了总检察署 那么当中呢 有三个被谈回来 谈回给反弹会 那么要求反弹会进行 更详细的调查 就是说你的调查不完整了 那么你重新再展开调查吧 那么总检察署还在研究 另外两个调查报告 那么剩下的呢 反弹会还在调查当中 那我们回来看呢 这个拉扎伯特拉呢 他就宣称 他说他掌握的这个反弹会的文件就显示 有数名的宾州政府的领袖 在这个海底隧道的计划上呢 是涉滩的 他揭露的文件呢 是反弹会针对海底隧道计划的调查报告 那有关的文件呢 就指控了 这几名的所谓的宾州政府的领袖呢 就是行动党的领袖 也包括了前宾州首长呢 林冠英向承包商呢 收取回购的 那反弹会的主席呢 也就是苏克里就指出说反弹会的一名官员已经在上个星期四报警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名揭秘的人是谁啊 他是拉罗伯特拉 他的简称是RBK 就是Rajah Petra 他其实是一名相当受争议的部落客 他在20年前当烈火墨西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101%支持安华的 那么他后来呢 就受到当时政府的对付 当时政府是谁 就是现任的这个首相马哈迪 那么他就自我流放到英国 之后呢 他就开始慢慢的转态 那么他开始接受了倾国证的DV3的这个访问 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把矛头指向安华 开始数落阿华 安华的种种不是安华的这些过错这些失误 那么他的文章看起来是爆料 看起来有很多的这些内幕跟揭露一些内情 但是他因为他的这个转态呢 导致他的诚信已经开始受到质疑 甚至有一些人不客气的说 你是一名没有诚信的部落客 那么他的立场多次反反复复开始 让人们怀疑说 你每一篇的这些贴文是不是有背后的议程 是不是有经过政治的计算在里面 那拉尔伯特拉就宣称呢 反弹会针对海底 所以到计划的这个调查报告文件是透露呢 行费的承报商呢 在被逮捕期间呢 是向反贪会呢 揭露了有关的情节 不过敦马哦 也就是我国的现任首相呢 他在授寻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形容他说 拉尔伯特拉就是一名骗子啊 他总是在撒谎 但是你们还是相信他 那么至于林观音呢 当然他是否认 此时他强调说海底隧道的工程 是通过公开造标的方式进行 没有任何贪腐的成分 而这项工程的这个陈建商呢 已经驳斥了RBK的这些指控 那么海底隧道呢 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从一开始推介 就成为媒体的这个焦点 虽然它是舒缓 槟程的这个交通 但是却面对很多的反对浪潮 从环保人士到非政府组织 也有人至于槟程 真的需要这一条海底隧道吗 目前的大小和二小 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应付 庞大的车流量 就算RBK没有揭露这些事情的话 那么海底隧道依然会受到全民 特别是槟程人的这个关注 同样的反对党 也会紧咬着这个课题不放 那么如今呢 中央跟州政府 应该要更好的去解释这个东西 那么解答人民心中的疑惑了 今天要非常感谢蓝主编 那如果呢 你也想对主编点新闻所讨论的内容呢 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可以到YouTube订阅我们的频道 City Plus FM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